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今天来讲讲孵高牙 这个是我妈这边的 这不是我孵的 那他之前朋友给他的一些枝条 这个就是枝条 然后呢 我就说 我就跟他说要怎么孵高牙 就是把它放在水草上 下面就是水草 然后放上去以后 他就会慢慢长出高牙来 这个就是孵高牙 那这个是第一年的高牙 这个今年还不会开花 要到明年以后 第二只高牙出来才会开始开花 今年还是小牙 你看这个小牙 那因为他这里没有吃肥 所以这个小牙长不大 但是他就是可以活 可以活得像一个小盆栽一样 好像是还蛮OK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换 环境 你也可以把它散板 这时候已经都已经开根了 它根部都已经跑出来了 那这个都是根部 虽然这里的水看起来不够多 我觉得他可能水弄得不够多 虽然他的根系没有长得很好 因为没有施肥 所以就只有原本生长的状况 那他会一直利用这个 原本的枝条的肥料的养分 去做进一步的成长 这时候你可以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继续放着 然后喷肥料 让他有点像小盆栽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上板 拿一个木板 或者是拿一个蛇木板都可以 然后把它绑上板子上 它就会垂掉下来 不过这种新芽的高芽 大概需要成长期 大概需要两年到三年左右的时间 它才会开花 如果你有母猪去带的话 大概就快很多 母猪大概一年左右 它就可以长很大了 至少可以长到五六十公分以上 隔年可以完全很快就可以开花 那如果没有母猪去带 就是没有父母本去带的话 它大概只有一年可以长到 大概二三十公分就很了不起 因为现在成长期也快结束了 接下来它成长期结束以后 它就不会再长 今年大概就这么 最多就这么长 然后它过来叶子就会掉光 等明年再长开来的时候 它才会再继续拉长 通常从幼苗长到会开花 大概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基本上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不过还是要看培养的技巧 跟照顾肥料 我也看过那种技术很高超的 它一年就可以长到五十公分 六十公分以上的 那当然那个是人家技术非常好 环境比较好技术比较好 肥料下了很多 它就可以长的速度非常快 那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敷高牙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用 把它剪下来 然后用一个浅浅的盆子 然后把它放在水草上面 那它就会慢慢的长出高牙来了 像这个有些 像这个有些 它是在那个分支点上 它都在那个开花 如果它没有开过花的话 它的分支点上就可以长高牙 但是如果它有开花的话 是它就不太会长高牙 这是两面刃 同样一个花牙点的地方 它有可能会长高牙 或是长花牙都有可能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减少浇水 如果是吹花的时候 就要减少浇水 让它产生花牙 那夏天如果你要让它产生高牙 你就拼命浇水 它在天气一热的时候 它的花牙点就会变成高牙点 所以它是一起两面的东西 所以这种兰花 天公十五 或者是18磅之类 你想要把它大量繁殖 是还蛮简单的 你可以看它 这个就是大概 这个可能就有三四十颗 四五十颗左右 这时候如果你有一个舌木板 或者是一个木板也可以 不一定要舌木板 可能木板的 吸水性比较糟糕 所以你要多浇水 舌木板的话 它的那个吸水性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的孔隙比较多 那这时候呢 它的浇水频率就不用这么高 它保肥性也比较好一点 而且比较漂亮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舌木板一点 但是没办法 因为舌木板太贵了 好一点的舌木板 现在一片都两三百块以上 所以是还蛮贵的 所以呢 嗯 看人的使用咯 那建议如果你明年 你想要做枝条 就是枯枝芽的话 就是这样子做处理 用一个浅浅的盘子 上面放一些水草 然后让它维持干干 维持湿湿的样子 那记得就是定期的浇水 但不要太湿 不要积水的状况 那这时候呢 过的现在已经9月了 今年的成长期就过了 那所以呢 这个可以等明年 你在上板也可以 因为现在上板没有益处 它不会再长根了 所以尽量是让你建议是 明年以后你在上板 等它 明年的生长期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拿下来 钉在板子上 它就会长出新的芽 顺便跟盘上板子上 然后或者是钻到板子里头去 这时候呢 它就会咬住板子了 因为你现在放上去 它也不会长根了 所以 你绑不好它就掉下来了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现在要上板 就明年再上了 现在就不要再上了 OK 那今天就看我 我妈敷的高雅 还蛮可爱的 它其实敷了两盘 还蛮多的 明年我再帮它上板好了 OK 好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我们下一次见啰 拜拜